其實這次帶給大家 我覺得短線已經升了 但其實我覺得中線還有一些空間 就是化肥類的股份 這件事在美國有兩個原因 第一是化肥價格大部份 這段時間都有一個週期 因為今年開始都是低庫存 簡單來說是生產跟不上需求 價格一直都升 另外一方面就是俄羅斯今次打虎卡蘭 假設俄羅斯旗下相關的國家企業都會受到制裁 或者境內大部份公司 其中一個除了我們平常常說的石油 又或者有些人會說 小麥和玉米的供應都相關很多 但其實還有一個就是 其實本身俄羅斯都有一間 國際來講的供應都叫做比較大的化肥公司 甲肥公司 如果是一個這樣 大家現在開始都會想 在一個本來市場都已經有些短缺的情況之下 再加上其中一個主要的供應 受到制裁 就立即利好了其他不在俄羅斯境內的公司 其中一間就是母式公司 即MOF 這間就是它在這個行業裏面 除了俄羅斯的供應商之外 另外一個很主要的對手 本身這間公司也都因為這個原因 應該會受惠 你現在看到這兩天就是 真是一個視像情緒 或者開始想到了 對 沖了上去 對 沖了上去比較快 我預期都應該會有些回饋 但回饋也好 應該50元流上這些位置都會守得住 可能50元邊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一下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它本身的股值都真的很低 當然背後有個原因 一來就是原材料 或者我們叫資源股 在美國來說 本身那個股值或者市場率 都不會去到好像科網股那麼高 一向都是單位數至高雙位數 即10倍已經很高 但是在這段時間 由於化肥價格上升 會令到大家都預期 他未來今年應該的盈利增長會很厲害 所以會變成有一個爬升 往往很多時候都是周期股 都會是這樣 可能由一個低的 或者中 可能5-6倍TE 這樣升到可能13-14倍都可以 所以變成我覺得 還有一些距離可以去 都會這樣 很高興 很高興 有些人 都會有 有些人 有幾個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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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